男生的話通常他會 要求比較短時間的大的動態 所以通常 多大多大 就是例如說你的手 就擺一個大字形 太大了 身體的扭動會很大的那種 就像你內臟一樣 因為有些身體的伸展 那因為這種動作都不能做久 都是短時間的 所以他們這種就是數血 就是可能只有3分鐘 5分鐘要畫出來 那有分價碼嗎 2千 3千 4千 6千 6千3 6千6 微小的 沒有分 沒有 因為短時間你就變成說 你在同樣的那段時間 你要做出大概上百個動作 所以你就要自己去 產生一個故事性的情境 或者是 你要進入到你放著音樂的那個氣氛 然後 就是身體 有點像在跳舞一樣的去跟著律動 好 這邊還是要問一下兩位 因為你長期要擺一些姿勢 會不會有些姿勢 真的會造成身體的傷害呢 像 如果去曲家瑞老師的課的話 他會要求你 他不要你做漂亮的動作 他要你做的動作是讓學生 有衝擊性 你要嚇學生 對啊 那一種動作就會非常的誇張 對啊 我可以做個示範 好耶 好 可以麻煩納豆來當一下那個學生 這麼衝擊 就是 在那個狀況下是 學生都是跪在地上畫畫 跪在地上 他們就是畫著趴在地上這樣 然後 然後 你因為要嚇他 你要給他一個衝擊 所以 我那時候做的動作是這樣 唉唷 你在幹嘛 喔 太衝擊了吧 我碰過的是 就是那種貢獻度很大的粉絲 所以我也不能招惹他 但是他 因為我們在直播上面 基本上不會透露出 任何 就是連真名都不會講 連FB盡量都不給 對 我們因為怕 就是怕會有騷擾的現象 所以我們幾乎都不給 可是 那個粉絲就查出 我爸的車牌號吧 哇塞 然後 我爸的名字 我媽的名字 我妹的名字 我家的弟子 我念什麼學校什麼問題 後來呢 有對你做出什麼舉動嗎 因為他就默默的跟我說 你家是不是住在哪裡哪裡這樣 然後 你爸的車牌是不是幾號 我就這樣 天啊 然後我就說 沒有啦 就是 我覺得你一定弄錯了真的什麼的 我就會這樣子講 他可能是想是不是 這種狀況是怎麼樣 Dora也有遇過嗎 我也有遇過 其實這種方式 雖然是 我遇過一個大概應該一年多左右 就是會 你可能 你就變成打卡什麼要很小心 你可能只是在 你可能今天在某個地方打工 上班 你不小心上班 上一半想說休息時間 跟朋友一起打個卡吃的飯 就待過 他可能會先留訊息跟你說 我在 你之前介紹過的哪裡哪裡吃東西 好好吃 你上班的地方超遠喔 結果下一秒 他就突然出現在你面前 然後就會拿 可能拿個小點心給你什麼的 可是其實有時候還會 你走在路上會突然出現在你後面說 如果我說這是巧遇你信嗎 是 哇 哇